身体这四个部位出血 你的身体里可能已经有癌细胞了 一名58岁的男性患者 最近半年的时间 总是出现弹中带血的现象 但他却始终误认为是支气管炎 直到有人提醒他 你长期抽烟 而且弹中带血已经整整半年了 却始终没有好转 为什么不好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呢 最终 这名患者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通过检查 很快明确为肺癌 肺癌被误诊为支气管炎 这是多么的糊涂啊 更糟糕的是 拖了半年的时间才去看病 导致癌细胞已经发生了转移 作为医生 要提醒大家的是 身体这四个部位出血 你的身体里可能已经有癌细胞了 一定要重视 第一 出现异常的便血 要警惕大肠癌 很多人出现便血 往往简单误认为是痔疮 殊不知 很多便血都是肠癌导致的 恶性肿瘤 与良性肿瘤的外观都是不同的 恶性肿瘤的外观像菜花一样 表面密布血管 而良性肿瘤的外观则是比较光滑的 当大肠癌来临的时候 大便一旦通过大肠癌表面 就会刺破肿瘤表面的血管 从而引起异常的便血 大肠癌引起的便血 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大便与血混在一起 血的颜色可能是鲜红色 可能是暗红色 第二 出现异常的卡血 要警惕肺癌 很多肺癌患者 随着病情的进展 会导致异常的卡血 有些患者卡血量很小 仅仅表现为痰中带血 有些患者的卡血量则非常大 无论属于哪种情况 都一定要警惕 卡血是一种异常的信号 肺癌表面是密布血管的 当咳嗽的时候 气道内的压力增加 在压力的作用下 患者会出现异常的卡血现象 第三 出现异常的肉眼血尿 要警惕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很多人出现异常的肉眼血尿 特别是无痛性肉眼血尿 一定要警惕泌尿系统的恶性肿瘤 无论是绑光癌 还是肾癌 或是前列腺癌 都可能引起异常的 无痛性肉眼血尿现象 一定不能忽视 第四 出现异常的阴道流血 要警惕肛颈癌 对于女性而言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定要重视的一种癌症 那就是肛颈癌 当肛颈癌来临的时候 患者往往首先出现的症状 就是不规则阴道流血 很多绝经的女性 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往往误认为自己再次月经来潮了 其实根本不是 对于年轻的女性 肛颈癌发出的症状往往更不典型 比如很多肛颈癌患者 仅仅表现为月经量的增多 这个时候 如果你认真观察 很容易漏掉这些重要的信号 一拖再拖 就可能导致病情被误诊或漏诊 出血 是恶性肿瘤发出的一种报警信号 癌症引起的出血 往往都是慢性过程 有些癌症患者早期出血量并不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反复出血不断堆积 最终就可能引起失血性贫血 很多患者其实早就出现了出血的表现 只是一直没重视 以至最终出现严重的贫血 这才引起重视 遗憾的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往往已经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 上面四种恶性肿瘤 都是常见的恶性肿瘤 像大肠癌要想及时发现 最佳的方式就是肠镜检查 肺癌的话最佳的检查方式是肺部CT 泌尿系统最佳的检查方式 肾癌和绑光癌主要看财草 前列腺癌主要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也称PSA 至于宫颈癌 则需要依赖高维型HPV检查及宫颈脱落细胞血检查 二 癌症早期并非无际可循 牢记五字绝 无论何种癌症都有一些早期症状 一旦发现异常就查到底 就可以早期发现癌症 早期治疗 一 血 鼻出血 鼻出血或鼻涕带血 特别是沉起鼻涕带血 往往是鼻咽癌的重要信号 此外还常有鼻塞 这是由于鼻咽癌症快压迫所致 如果癌症压迫耳咽管 还会出现耳鸣 另外还有头痛 特别是胰侧性偏头痛 尿血 尿血是泌尿系统癌症的症状之一 其特点是无痛性的尿血 肾细胞癌约有50%的患者出现反复全程血尿 伴有患侧腰部胀痛 肾瘀癌约有90%的患者发生反复间歇性全程尿血 伴腰部胀痛 输尿管肿瘤则以反复血尿 血多时有细条状血块 伴持续性腰痛为主要表现 便血 大便带血是临床中常见的症状 如溃疡性肠炎 痣疮 菌力 肠吸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大便代血 大便带血也是肠癌的早期症状 特点与其他疾病区分 主要表现为暗红色血便 多数会有粘液分泌 可以大便混合 肠癌的发病年龄为30到50岁 由以40岁左右为高峰期 若发现大便异常出血 应及时到医院做内窥镜检查 异常阴道出血 阴道出血是宫颈癌的主要症状之一 临床研究表明 约有80%左右的宫颈癌有阴道出血 其特点是飞跃经期阴道不规则出血 或性生活后阴道出血 多半有白带增多 二 快 口腔肿块 口腔内有肿块 伴有长期的口腔溃疡 牙龈 舌 扁桃体或口腔内粘膜出现白色或红色的斑块 咽喉疼痛 吞咽困难 有异物感 舌头麻木等 考虑是口腔癌的早期症状 颈部肿块 颈部肿块 当头部或颈部有癌症发生 可能会在耳下或盒下 喉头有肿块 出现吞咽困难或疼痛 耳痛 气短 呼吸时有灼音 且颈部甲状腺也有肿块 肿块有时疼痛或处之疼痛等 乳房肿块 触摸乳房有固定或不固定的肿块 且乳房表面皮肤有橘皮样改变 有肿块的乳块同侧液卧有肿大的淋巴结 则有可能是乳腺癌的信号 腹部肿块 触摸腹部时如伸压内脏部位摸到硬块 且肿块迅速增大 持续不消 就要怀疑是否胃 肝 以等部位是否有肿瘤 三 痛 腹部疼痛 上腹部顽固性疼痛 平卧或仰卧疼痛加重 坐起上身向前驱躬或驱驱下肢 可使疼痛减轻 要考虑是否是一线圆发癌 或其他部位癌症转移到一线 胸背部疼痛 胸骨后灼烧感 胀闷或轻微疼痛 也东西不顺 疼痛 这些可能是食管癌和奔门癌 胃癌的表现 而背痛则有可能是上皮样肉溜 卵巢癌 肺腺癌的早期症状 全身骨痛 肿瘤骨转移是中晚期癌症患者 疼痛的最常见原因 大约75%进展期 儿症患者有骨痛的临床表现 如觉某部位骨关节不明原因的 间歇性疼痛逐渐转变为持续性 身部疼痛 特别是伴有销售 乏力 贫血者应警惕为骨转移癌 要尽早到医院就诊 必要时做骨髓穿刺图片细胞和骨髓组织病理检查 4.烧 持续低烧 不明原因的发热 患者无明显的自觉症状 检查也无明显异常 抬除常见的感染 免疫性疾病等 可考虑是否肿瘤导致的 癌症发热是由肿瘤代谢产物进入血液 影响体温中枢导致 较少恶寒或寒湛 而会觉得很热 像这种无明的发热 并且找不到感染源头 要考虑排查肿瘤 胃部灼烧 长期胃灼热 烧心应排查是否是胃酸过多所致 再排查食管癌及肝癌的可能性 5. 减 体重不明减轻 短时间内体重急剧下降 往往是癌症第一信号 骤然消瘦在乳腺癌和肺癌患者中最常见 其他还包括肝癌和肠癌等 如果不运动不减肥 体重却莫名下降10% 应及时就医